美股指升不跌差不多是市场当年来的共识,但在过去的9月美股股指大幅回调,道指最多曾单日暴跌1000点。科网股的集中地纳斯达克指数亦一度从高位回吐12%。 虽然目前跌势传定且有回升,但红浩认为美股的不跌神话已破灭,亚洲股市可能才是未来几年的致富之道。 美国股市和经济基本面历史性的割裂,早前的暴跌是必然的结果,就像在一条限速50公里的永济车道上开150公里。 出车货是必然的,山隐号,红浩指,市场普遍认为在金融学的现金折现公息里,如果利率足够低的话,股值应该是无穷高,因此美股永远涨。 他反驳,这种观点完全忽略低利率的含义。低利率更重要是反映了低增长,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的宏观环境。 换言之,在截现未来现金流时,虽然截现率低了,但是终极增长估值,Terminal Value,也大幅降低。 因此,联储局极力维持的低利率政策,无视最近飙升的通胀预期,本身就是引爆市场波动率的有因。 虽然已经出现一定的回调,但红浩认为目前美股的投资机会仍然太少。 美股估值依然过高。好公司,在这个阶段未必是好股票,因为太贵了,就以苹果公司,Apple,美股代号,Apple,为例。 市盈率几年前只是8倍,现在升到超过20倍。 但这几年的销售增长每年只有5%至6%。 它绝对是好公司,但明显升幅太快,放水,负利率,改善长期通胀预期的确是利好经济,但只限短期利好。 美国经济的长周期下行开始,美元的斩值更是雪上加双。 相对来说,亚洲经济周期却是上升中,至少石油变得便宜就已经十分有利中国的发展。 言下之意,红浩觉得在未来几年,亚洲股市比美国更多机会。 的确,就连股神不非特也开始把目光放在日本市场。 巴郡在今年8月底宣布买入5只日本商社股5%左右的股权。 公司指未来持股比率或提高至9.9%。 这次是巴郡有史以来首次大手买入日本股票。 时次巴郡收购的对象包括三零商市,伊藤中商市,三井物产,住友商市,以及软红商市。 几间公司业务繁多,从银行,地产,通讯,贸易等等都有,差不多垄断日本经济。 势力等同于四大地产家族在香港的地位。 中国公司也充满机会。 有时一个行业龙头就赚进市场的五分之一盈利。 茅台 腾讯控股00700这些公司就是例子。 股价亦领帐同业。 这亦是我强调散户要紧抱龙头的原因。 山引号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科网股的天花板教美国公司违高。 例如Facebook,美股代号,FB,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公司早已面向全世界。 腾讯,阿里巴巴零九九八八的市场侧只专注中国14亿人口。 因此中国公司未来有打入国际市场的增长点。 微信在美国只有2000万用户。 在世界各地就更少。 潜在增长点是全世界数十亿人,相反美国公司早就没有这个增长空间。 所以除了芯片外,中国科网龙头也非常值得投资。 山引号 而且,鸿号亦不认为美国科技公司有绝对的优势。 部分科技股的估值更加是令他感到废解。 依我的观察,电动车的用户没有太大的品牌忠诚度。 内地不小的品牌蔚来汽车,美股代号,NIO。 小鹏汽车,美股代号,XPEV。 旗下的车款拥有更豪华的内容设计。 使用在上来更舒适。 再者,不小内地的电动车品牌售价更便宜。 在面对强大竞争,我实在想不到Tesla,美股代号,TSLA,的极高估值从何而来。 山引号 ATMX星浪美元红号中国科网天花版高比美国科技股更值得投资红号认为。 腾讯00700,阿里巴巴09988的市场侧指专注中国14亿人口。 中国公司未来有打入国际市场的增长点。 选对市场也要买中股票。 这种讲法暗示了投资者要找对标的。 才能在没有明显方向的大市下赚钱。 起码在今年A股。 港股,美股市场情况的确如此。 即使我们经常说美股牛皮。 但今年如果不是买中FANNG,Tesla这类股。 基本上仍然是没有钱赚。 道指及纳指的表现分野亦说明了一切。 见图表5。 A股市场的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及创业版也出现类似情况。 大市上落。 创业版走势却很好。 创业版公开招股,IPO,更曾出现上市当日升8个倍至10倍的奇景。 当然我们可从理性角度,乌乘爆升。 但也可以闭上眼跟进。 删引号。 至于港股,今年在二级市场也只能做波段操作。 IPO打新就一定是最多机会。 表现的要眼程度基本是远性恒生指数。 因此,不论是牛皮的美股市场。 亦或是方向未明的A股及港股市场。 可以看到的是市场分化的现象。 鸿浩的确是看好股值较便宜的亚洲股市。 但似乎选对股也相当重要。 至于亚洲市场中短期会看好什么类型股票。 在鸿浩眼中,大概就是前述的价值股龙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